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刻呢 我们学习性字啊 性质呢 左右结构女字旁 女字旁呢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篇旁 传说里面啊 我认识的往这边带看清楚笔顺关系 一般的这样子去写 然后这个笔顺关系的话 能够让这个字形更稳定一些 横 折 折起来 好 这里再折 一般是这样去写的 通通用的笔顺 来们看一下横画 横画写的时候呢 带一点微微的弧度关系啊 带点微微的弧度关系 整个字的试态 然后呢 要把它写出来 再小的笔画你看一下 再小的笔画都是带有一点手腕动作的啊 配合着手腕去写 好 顶住 往左下翻啊 往左下翻 带过来 好 然后呢 渐渐的竖直 渐渐的竖直 但是呢 要带有什么 带有弧度啊 带有弧度 头和尾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中间拔过去 写的时候呢 没有一直往里面走 没有一直往里面走 好 然后呢 我们还有同学容易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容易把它往外面写 就是包不回来 所以说这两种情况呢 都是要避免去犯的 好 顶住 头伸展好 条封带过来 对齐这里去写 不要超过它 翻折往里面内折 包进去 写出来 封 封面又长一点 封面又长一些 好 这里顶住 带起来 对齐的这个轮廓去写 上面呢 对着 第一个起笔画 最长的竖画 所以说我们写的时候呢 要找准这种参考关系在里面 回红包的时候呢 包老 包实一点 或者说我们接拉接干净一些 那带下来 那书上的这种起笔方式啊 这个呢 它是一种彼时关系 就是说 哎 你这样写完之后啊 提起来 它跟凯说的这种运动模式和运动方向是一样的 那他跟凯说的这种运动方式和运动模式 模式 你看 带过来 再带过来 再带过来 就是上下笔之间的一个比一关系 当然能够写的就写 写不出来的就就可以忽略不计啊 这里 好 这样写上去的话 你看整个姿态就更稳定一些 这个字就到这里